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這兩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們忽然覺得很失落 我懷疑他們通通得到一種病 就是奧運後遺症 當然 其實這兩個星期 很多香港市民都追緊各項精彩的賽事 加上香港的運動員又這麼厲害 看得頭又兵粉很正常 完結後有些空虛 都可以 想彌補空虛很簡單 去購物就可以了 大家現在都有消費券在手上 不過購物歸購物 都要留意不要墮入消費陷阱 首期電子消費券發放短短10天 已經大動全城瘋狂救物 不過在開心救物的同時 有市民發現不少商品都趁機加價 所有食品都貴 我平時買些雞蛋42元一盤 30隻 現在要45元 你說就多了90% 貴了到早了 貴了20多元 不合規矩 貴了都算有市民還懷疑 墮入消費陷阱 據報有人在百貨公司用消費券買東西 發現不可以將公司提供的救物優惠 同時使用消費券買東西 同時使用 於是要求退款 誰知他們竟然拒絕退還消費券 只是願意給公司現金券買價 假若是真的話 那豈不是變相強迫顧客在那裡消費嗎 我們今天一於下去看過 問一下消費券退款的情況 你直接用消費券買去扣回消費券那裡 我扣回到消費券裡面 沒錯 幸好並沒有退款不成的問題 不過要避免消費陷阱 真的要多加小心 因為但是這10天 消費會就收到127宗消費券相關投訴 譬如說收這個負加費 或者是有一個最低的消費金額 又或者是用某一些優惠的時候 大家的理解不同 或者甚至用不到 有沒有一些例子可以告訴大家 不如說這個最低消費金額 譬如說你去喝早茶 原本你喝早茶可能是幾十元 但當你告訴酒樓 你用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竟然他說要收一個最低消費金額 是100元 商戶跟電子支付平台裡面的合約 都沒有說可以設定一個最低的消費金額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商戶應該要重新檢視這個做法 其實我很想很簡單地說 你不用告訴商戶你是用電子消費券去消費 如果有一些不能的營商者 他們知道你是用電子消費券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想起 所以我不如整個付加費 又或者是設定一個最低的消費金額 所以如果你不告訴他 就當我是一個平時的普通交易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用什麼方法付錢的話 就去免除了這一方面的風險 我們現在的生活真的跟科技融合 就像露面上的麥錶 舊式麥錶有時候預算錯了 入了半個小時 怎知道購物是兩個小時 但現在用手機就可以搖它 入錢也很方便 我也有用 不過我是探心一點 我想再高科技一點 如果有個AI助手幫我就好了 幫我打理家頭細務 讓我可以多點時間睡覺和做運動 是不是好像阿里這樣 如確定 請確定 確定 如確定 確定 確定 劇集《智能愛人》中 阿里飾演的智能人阿寶 和顧家的故事輕鬆搞笑 網民大贊事後阿里 演出獲得高度評價 請繼續 就連第一次做男一的陸永 也被稱讚大來驚喜 網民以及同劇演員 一致稱讚他喜感十足 Tingle…Tingle… I do start How I wonder I wonder what you are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好似個Diamond 送給你媽媽 阿逢盈盈說 跟你一起… 你好交到氣 阿里,你認不認為呢? 你作為事後 你認不認為她很交到氣嗎? 對… 從來不認為你沒有交到氣 對,為甚麼要… 為甚麼要刻意去說這件事呢? 即是有可能交不到… 對,有懷疑過… 有懷疑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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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第一次做男一的陸永 這麼棒… 其實不是你做甚麼的 做配角也好,做甚麼都是努力去交 給點掌聲鼓勵 交不交到一回事 對… 原來馮盈盈這麼懷疑我 你們隔空很有火花 幸好你這麼信任我 對… 沒有懷疑過… 她一定不行… 她覺得… 不是,但她懷疑… 我沒有懷疑過 對… 不是,你要給她公道的話 陸永這次的表現是怎樣 作為第一次的男主角 沒有,我覺得跟平時一樣 完全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有特復嗎? 所以沒有去想 我跟她… 你說劇是第一次合作的 所以沒甚麼比較 但不覺得有問題 對… 那有時候做你的夥伴嗎? 你滿不滿意? 很開心 因為自己一直看劇 其實主要欣賞的演員 例如李佳琛 開始選了她 整天說心 再呢… 都是心傘 所以我感覺都很開心 這次開場 不是,真的跟她合作很好玩 是 時間出發 陸永又大贊劇組有心思 尤其是她劇中睡那張樓架床 試過效果一流 兼足夠貼地 是這樣的 我體驗到香港的住屋問題 不用拍這套戲也體驗到 我一向自己差不多 有時候有些戲要轉過去看星 就是要這樣 這樣轉過來看星 這樣轉回來 既然是表演 不要亂色了 我做全套了 再下給你們看 但是我想問拍戲的時候 有沒有嘗試過頂到頭 撞過多少次呢 真的沒有 我太疼心了 你真是很適合 我不是,我很小心 寧願電影不好 也不要哭傷 好,也要顧著樣子 對 購物可以說是女生歸密出街的 必備環節 但如果是2021香港小姐 一群街禮一起購物 她們自己又怎樣看呢 購物,你認真嗎? 就是現在就購物了 好,購物好,可以減壓 不如我們去最大的商場吧 這麼多女生一起購物 當然停不了 我沒試過二百女生一起購物 我覺得感覺很熱鬧 她們可以幫我看看 看看是否適合自己 我不用買了回去 又要退換,很麻煩 拍攝的時候也可以購物 我覺得挺好 辛苦完整天 當然要買東西獎勵一下自己 這樣才有動力繼續衝下去 這屆奧運 其實香港的運動員 真的有歷史性的佳積存禮 是平時有適當的訓練的 而政府將會向財委會 申請撥款9.9億 去擴建體院的新設施大樓 增加成9千平方米 到時就有更大的地方 的劍擊館和運動科學中心 提供給運動員訓練 真是體育界的喜訊 除了運動方面有擴展之外 在醫學方面 香港也有些新嘗試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寶寶在哪裡 剛才的姑娘 有個寶寶 會不會是剛才被那姑娘 抱手了的寶寶 抱錯寶寶,幸好只是在戲中的情節 不過寶寶大過天 現實中想再穩定一點 也有辦法 香港有醫院就引入智能系統 24小時監察寶寶是怎樣做到的呢 其實最主要是 防止寶寶被錯誤地抱走 或者抱錯的情況 也要有個監察 怎樣做呢 現在我們都是利用這個超寬大系統 整間醫院都有 就即時定位 怎樣定位呢? 就是靠他們 只要把這個嬰兒標籤 帶在寶寶的腳上 系統就會即時顯示出 媽媽和寶寶的配對資料 就算去到醫院任何一個角落 系統24小時 都可以保留寶寶的實時位置 媽媽要餵部母乳 萬一餵錯別人的寶寶怎麼辦? 不怕 醫護人員會和寶寶做身份配對 成功,身份確認 如果不能配對的話 即是這不是你的寶寶 有了這個系統就不會認錯了 醫院裡面的移科範圍 還會切自虛擬的地理圍欄 萬一有陌生人嘗試把初生嬰兒 帶來異科病房 走出設定的地理圍欄之外 系統會即時警暴 那就不怕有人抱走你的嬰兒吧 帶子枯在小腳上 想弄走它, 剪掉它就行了 是, 不行 因為標籤有感應功能 有人蓄意剪斷 系統都會發出警暴通知醫護人員 要保證萬無一失 這個系統要做得多精確呢 這次用了一個超寬頻UWB的技術 我們可以做到非常精確的定位 誤差大概是兩步左右 因為現在在醫院來說 它的間隔比較密集 以及多房間 如果我們做得很精準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找到病人 或者那些物件在哪些地方 而且減少誤名 歡迎回來東章西望 今年的奧運 就新增了這個滑板比賽項目 想不到這麼快有人在馬路上演 話說有一條網上的片段就瘋傳 看到在沙田大沖橋路 有一個穿著綠色衣服的男人 絲絲然踩著一塊滑板 尾除一輛馬路正在駛的巴士 而且毫無巨色 還連過幾個燈位 不過說時遲那時快 突然間它一個失平衡 哎呀連人大板整個搭落地 還差點捲入車底 這樣網固安全 隨時讓成交通意外 奧運選手就肯定沒有你份 選手爛腳就一定有 這樣選手爛腳自己拿來 不過像他們這樣的投資選手離場 真是慘 在娛樂圈遊走十年 仍然沒有什麼特別成績的Coco 在2019年忽然自稱和弟弟 投資七位數 代理台灣著名的台式飲品品牌 不過我們就找到當日 有份一起簽代理權的另一位股東 踢爆他拿台灣代理開店的贊賞 選美出身的陳子祺Micky 在2018年一個聚會相認識Coco 事後Coco就主動在社交平台 教Micky做朋友兼爭老 叫他介紹工作 他又說他跟弟弟相依為名 他一直都沒有工作 他爸爸媽媽不在 然後他靠弟弟一打工 一萬多元用他 我就很同情他 我就讓他加入 當時Micky跟大股東朋友 剛好打算搞台式飲品生意 打算預算Coco 讓他當店長兼入股 在2018年11月 三個人一起開了間有二百萬股的公司 我大股東他六成 我跟Coco每人兩成 他加了二十五萬元 最初的時候就去台灣 我們三個人飛過去 就去沖泡茶 在2018年12月 台式飲品店的台灣品牌總部人員 來了香港 跟Coco、Micky和大股東 去律師樓簽合約 以六十萬人民幣 簽了為期兩年的香港地區獨家代理 由2019年1月15日至今年1月15日 合約上有他們三個股東簽名 和公司人 當一切成事之後 他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極速找舖 簽租約、搞裝修 但這個時候 Micky開始覺得 Coco對他的態度完全不同了 在2019年3月 位於旺角的台灣飲品總店 已經事業中 而他們之前拿出來的錢 都花得八百九九 三月底我們要交租 然後我們三個股東 都要拿少許錢出來 交裝 然後我另一個股東叫Coco 交少許租 竟然他說交不到出來 那他沒有錢給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另一個partner就跟他說 即是虛張延遲 Micky很記得 叫Coco延遲搞開張那天 是2019年3月22日 因為第二天 Coco就私自搞了開張 3月23日他自己偷偷地搞開張 接著就叫一些記者 好像搞大農訪 叫一些傳媒去拍照 他就扮自己一個人的經驗 看回當日的報道 Coco向外宣稱旺角台式飲品總店 是他和弟弟投資了七位授開的 當時是我朋友經過旺角 他就拍照給我看 你的店有甚麼開張 為甚麼你不在 我說不是 對,那天晚上我去店 然後Coco就在 我說問他為甚麼會這樣做 然後他不發聲 然後他馬上離開 然後之後怎樣 開張後幾天 然後Coco就自己親自約我另一個partner出來說 他想自己一個人經營 到時會跟我們兩個股東 三個人齊齊去律師行那裡簽約 他會給我們分錢 自把自為搞開張 但合作來也沒意思 Micky也同意拿回那些錢就退出 不過似乎有人早有預謀 短時間內在背後做了很多事 大股東打算盡早通知 代理品牌的台灣總部 他和Micky將會退出 誰知說時遲那時快 第二天Coco和弟弟竟然飛去台灣 更新代理授權合約 給Coco兩者弟開的新公司 之前答應會退錢給大股東和Micky一試 就再沒有下文了 在四月頭 Micky和大股東到旺角巡舖 發現旺角的店鋪的大閘鎖被人換了 等到Coco弟弟出現 他就說台式飲品店是他開的 他才是老闆 Coco弟弟只是在店鋪是一個員工 然後他說他自己是一個大股東 店鋪是他的 我覺得真的很離譜 然後我就報警 然後警察過來 然後叫我們雙方的文件給他看 看了他的文件 跟我說他的文件是可以 然後叫我們找律師告他 然後我就找律師 我的律師就去查 原來在開張後第三天 即是3月25日 Coco丹方面向公司註冊處 將大股東和Micky董事的身份辭去 再委任自己弟弟做董事 兼獲配公司500萬股 一元都不用出 就成為大股東兼董事 Micky說他還將舊公司戶口 剩下的錢轉到他們兩者弟開的新公司 然後Micky和大股東就開始入品法院 19年底下 19年底得到高等法院裁定 Coco辭去Micky和大股東董事的申請無效 去年還向Coco提出民事殺償 但Coco和他弟弟亦如當你透明 出了律師信給他 他一直都扮收不到 我們的律師永遠去他家 他也不會開門 然後叫他交文件出來 他一直都說 這間店是他自己開的 你自己開的 你要拿文件出來證實 他也沒有出庭 還有他的文件也交不出 Coco這樣做就以為我們追究不了 那兩位股東還可以做甚麼 當時在法院推翻 他們沒有辭職 根本沒有授權Coco去做這些事 沒有授權Coco去簽名 這方面其實已經由法庭核實了 即是說其實他可以拿著這些證據 拿去報警 所以其實如果他證實到 他是有詐騙的行為的話 最高刑罰是他14年監禁 事件困擾了Micky兩年 直到台式飲品店代理權結束 店鋪在大約四月時撿起來 現在鋪位被Coco弟弟 轉型做小食店 而他和大股東 都還未能拿回投資的錢 有人經常跟我說 Coco看到每一個人 叫人家加入或者加盟 他在Freesport IG 說到他自己有多厲害 好像似亡似仰 好像自己是老闆 其實他沒有錢的 在裝作的一直在裝作 我們都留意到 Coco社交平台的鐵文 不時用一些字眼和說法 令人產生錯覺 以為台式飲品店 在其他國家開的加盟店 他兩者弟都有份投資 這是我們台灣的分店 順帶一提是我們在疫情的期間 我們台灣也在台灣開了五間分店 其實都是一個… 好棒 這個時代 是在破製的時代 他們在港座叫人投資加盟 最後有多少人真的信了 就不得而知 但之前我們訪問那位苦主陳小姐 就是因為信他們有台灣 著名飲品店代理權 而投資了25萬 最後無受損失 我們多天來 試過去現在他們兩者弟 經營的旺角小食店等 打電話又或者發短訊 都接觸不到他們 他一直逃避, 一直失蹤 電話訊息全部都不回覆 他們兩者弟這種手法 我希望不要這麼多人被他騙倒 我覺得人在做天才漢 很多事情不要以為做了 就可以消耗白額 或者可能是全身而退 我會用任何合法的手段 去跟他追討這筆錢 還有我希望被CocoA過的任何人 都應該要站出來 如果大家想參與一些品牌代理的生意 就算對方表示有代理權 簽約前不妨跟總公司 確認對方身份、代理權限 還要仔細看合約上 有沒有魔鬼細節 以免蒙獸不必要損失 不妨遺 不妨便 謝謝 我不妨 不妨 不妨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